正当本省接连发生私立专商教育学院停牌的负面消息时 美国新泽西州最大的一间私立大学却看上了本省庞大的海外学生资源 那么在专商教育厅的大力邀请之下决定在这个秋天在温室中心的Yeltown开办分校 今天省专商教育厅长莫瑞扣在回复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 Filey Dickinson University是美国知名可以颁发大学学位的私立非盈利大学 已经合法运作60多年 邀请他们来本省设立分校 就是希望扭转私立专商学院良幼不齐的形象 负责这所大学本地申请事宜的Clarke Wilson律师事务所表示 整个案子筹备将近三年 该学校一直以来和多个国家驻外领馆 学生签证部门都保有良好的关系 所以分校锁定海外留学生特别是亚太学生不足为奇 至于为何选址温哥华 分校校长Yin Haslam表示 本地独特的多元文化以及即将到来的2010冬奥是主要原因 另外Morico也证实即将对本台昨天报道的University of Northern Washington和Brixton University这两所在美国注册 涉嫌在本省非法经营的大学展开调查 Clarm记者 无情报道